大家好,欢迎走进静观中国特别策划,习近平以冬奥,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关子招至今难忘,2017年,习近平叠业在冰球场上,曾经与他撞肩膀打招呼。 让我感到很意外,这个呢,不仅是最后的鼓励,然后还是对我的一种有爱观。 撞肩是冰球运动中特有的相互质疑的礼仪,习主席在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,以这种特殊方式问候冰雪少年,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冰雪运动。 从2017年到2022年,五年五次实地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,每一次习主席都会与青少年、运动员面对面交流。 他也曾谈起自己与冰雪运动的故事。 作为体育达人的习近平,不仅喜欢观看冰球、速度滑冰、花样滑冰、雪地技巧等比赛,年少时还常常在石刹海滑冰。 以自己的冰雪往事,勉励青少年勤学苦练,习主席是追忆青春,更是着眼于未来。 如今,当年围在习爷爷身边的小朋友已长成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健儿,他们也承载着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。 过去,中国曾有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的说法,但现在通过教会一个孩子,带动一个家庭, 冰雪运动在更多地方未然成风。 习主席提出的带动两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已经成为现实。 一些外国媒体曾经评价说,冰雪运动已成为中国孩子的一门必修课, 而这正是改变世界冬季运动未来版图的巨大推动力。 冰雪项目中,习主席特别喜欢冰球, 他认为这个项目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,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。 2018年,习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, 还同两国小运动员逐一积拳问候。 两国元首勉励孩子们以求会友,赛出友谊,赛出水平, 通过学习交流成为好朋友,好伙伴。 你来我往,你追我赶,共同进步,共同精彩。 冰雪少年所呈现的也是人类对未来世界的向往,在合作中共赢。 习主席与冰雪少年讲述了向未来的冬奥故事。 冰雪少年也正在冬奥故事里书写中国与世界的广阔未来。